这是索尼A7C一台绝对有趣的相机 外观的索尼A7C给人的感觉就是 A7III重新包装了一下 但是它是全世界第一台 就是这么小体积的全化附台相机 那我也不得不说这台相机的话 我已经是很久没有看到这个索尼它 做出这种质感或者是这种设计的相机了 就是外观是真的是很好看 因为没有头上的这一坨取景器 它把它缩小了放在了机身的左边 全化幅 那这么大的sensor 这么大的一块感光元件 它塞进这么小的机身 我相信索尼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他们能做到这个事情 所以大家都说索尼大法真好 真香就是这个道理 那另外的话就是这块翻转屏幕的设计 这个是满足了多少人的需要 就是大家一直都希望 索尼会做出这样一个翻转屏 终于终于它在A7C上它做到了 然后的话 大家也都希望就是之后的索尼的产品线 都可以一直把这个翻转屏的设计保留 因为不管你在vlog或者是比如说你在一些高角度 低角度拍摄的时候 用它来做一个构图 看你有没有focus在你的这个物体上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非常非常方便你的操作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也非常希望就是索尼之后能够做到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优化 也就是它的翻转屏的这个触摸屏 它并不是触摸屏 它只有很有限的比如说你在取景的时候 远近的这个focus 你可以通过手指来做这个按压或者一些具体的一些很小的一些 操作你可以在上面 但具体比如说你操作菜单 这个翻转屏是不支持这个触点操作的 那我们来说说画质 其实对于我来说这台相机 Sony ATC的画质已经足够好了 不管是它的白平衡它的动态范围都很好 而且画质的其实效果感觉就是光源充足的感觉下 它其实和A73的画质是比较接近的 那它具体拥有的话是4K 24 30帧 或者是1080P 就是这个FHD模式 它支持这个 同样24 60或者到120帧的这个慢镜头视频的拍摄 但是很可惜就是它在4K里面没有加入这个60帧的这个拍摄 另外的话我们要说一下就是它的这个防抖功能了 那比如说你手持拍摄它里面内置了这个五轴防抖 那比如说你平时的拍摄中其实它的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 那比如说日常的拍摄就是你比如说在追踪人物或者是拍摄一些动态场景的时候 这个避免这个抖动效果它已经是可以做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化了 但是如果你要做到更好的效果的话 那你可能需要关闭掉它的这个防抖功能 然后把这个影片导入到Sony官方的一款软件 Catalys Browser里面 然后你只要关闭掉你的防抖功能 它因为它记录下了这个相机整个的这个抖动的数据 从里面去做一个防抖 然后这个软件会很快给你导出一个数据 然后你可以得到一个非常稳定的效果 具体这个防抖的效果的话 其实大家应该可以感觉一下 就是和GoPro的这个防抖效果是差不多的 因为它做了一定的裁切 那这个裁切其实你可以 通过你自己去调整裁切多少 那裁切面积越大 那你得到的效果 画面效果会越稳定 但其实大家如果拍摄的时候 手稳一些拍出来的效果 然后你再通过去裁切的话 得到的画面效果还是很好的 另外 这个就是一个暗光拍摄的一个效果 那比如说你在 室内拍摄 那光源不是很充足的情况下 用这台相机你可以把你的感光 把这个ISO拉得很高 比如说这个画面的话 我用的是ISO6400在家里面拍的 那其实你看到画面依旧是很纯净的 不会有太多的噪点给到你 那这个也全都是因为 它用的全画幅大的这个sensor 来这么大的底 那当然它会有更多的进光量 这样会给到你的感觉 就是这个画面不会有很多的噪点 非常的纯净 关于颜色输出模式 那平时因为我工作需要的话 我会尽量去选择这个flag color 去做一个这个颜色输出的这样一个模式 那当然索尼的话 备受好评的这个slog2 slog3这个模式 这台相机里面当然它也是有的 那我比较意外的是 ITU709这个模式的话 就是 感觉也还不错 它也非常有电影感 只是 作为后期来讲的话 因为它有比较高的这个饱和度和 对比度 那你后期调色来讲的话 没有这么充分的 让份会给到你去做一个后期的调整 那如果你喜欢调色 这一段的话 可能做后期的朋友 可能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如果作为后期调色来讲的话 那你当然选择slog2 slog3 这样的话对于你后期的这个空间会非常大 那你要做一些 很有你自己风格 或者是按照客户需求的一些 画面颜色效果的话 会给到你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然后大家会 我得到的反馈就是 大家会认为这台相机的定价有点高 那具体价格大家可以去这个淘宝天猫 或者是这个索尼的官方旗舰店 他们去 自己可以去看一下 那其实我 并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 上一代产品 索尼A73的话它的定价其实是比这台机器高的 然后的话 比如说你再去同等的比较 佳能的USR的话 它的价钱比这台价钱也是差不多的 但是没有人去抱怨A73的价钱过高 或者是USR的价钱过高 毕竟这是一台全画幅相机 而且它所有的功能 索尼没有少任何一项给到你 那其实大家去做这个价格比较的话 没有必要去这样 那因为同系列的相机里面 这台价钱其实对于入门级的这个 全画幅单款相机来讲 它的价钱是很合适的 并不能说就是因为机身变小了 价钱就要相应的降的更低 这个好像 没有道理 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有一点点可惜 就是这台相机的话 它在ISO上面 就是你在做视频拍摄的时候 那白天的话 你要用手动曝光去防止这个画面的 忽明忽暗的这种情况的话 那它的ISO的最小值是500 也就是说如果你用了正确的曝光500 然后加上你的 Shutter Speed 这个 快门速度 比如说是 4K24 4帧 那比如说是1%的 这样一个快门速度的话 你得到画面还是会过曝的 那这个时候你必须又要去购买这个ND滤镜 但是其实这个东西你是必须要购买的 因为不管它的ISO能降的多低 你只要是这个Shutter Speed 在一个正确的double 你的这个帧率的基础上 你都还是会得到一个过曝的画面 那不可避免你必须要去购买ND滤镜 那ND滤镜的话 我建议大家去购买这种 就中间可以有这种调节这个明暗效果的这种 并不是特定数值 比如说你买一个ND8 ND16 ND32 买三个这样的滤镜 其实没有必要 那你买一个 它可以从明条暗去过度 这个光线的变化的 这样会比较节省钱 那得到的效果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因为它同样有这个取景器的帮助 你去调这个明暗的时候 你可以马上看到一个最终的一个这个成像效果 那推荐购买的人群 这台相机其实我想说的就是 比如说你想开始从事自媒体 或者比如说你已经作为这个 B站或者是油管的out 已经有一段时间你想去升级你的设备了 那你可以去考虑这台相机 就是比如说你想 获得更好的画质了 比如说中间 有的人可能会用那个 Sony EV1 或者是用一些小型拍摄的这种设备 DV拍摄的话 可能画质你想做一个更进一步的提升 但是不想投资太多的话 这台相机绝对是新手入门级的一个最佳选择 我希望的话 就是大家入手这台相机之后 能开启你一个创作的一个欲望 就是 尽可能出去拍摄东西 尽可能手动曝光 尽可能做一个后期调整 尽可能的用平面的这个画面效果 去输出Slog2 Slog3 去做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最后的话 你可以得到 你自己去调整出一个 你比较想要的一个画面 作为Vlog 就是我 会给到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不要光去拍 就是我今天拿相机 我去吃了饭 我今天去吃了饭之后 又去和朋友聚会 这种Vlog是没有人看的 Nobody care about your life 就是 因为你不是一个名人 你也没有这么大的受众 你拍这种Vlog是没有人想看的 那我们拍摄Vlog 你要有一个概念 你可以把它当做电影去拍 你可以把它当做MV去拍 那作为 电影或者MV形式都好 你要有一定的个故事线在里面 比如说我今天 拍这个Vlog的目的是什么 并不是济流水上 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Nobody cares about your life 就是 就是你的日常生活是没有人会想看的 那今天比如说我想做一个比较激励人生 激励人心或者一个内心想法的东西 你有一个大概故事架构之后 你再去拍你的Vlog 这样的受众会更广一点 接下来的话 这几天的话我会 带着这个相机出去 然后去拍一些 可能更有电影风格的东西 做一些后期调色给大家 另外 喜欢或者关注我频道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 我会定期的放出一些调色包给到大家 那针对索尼的调色包 不管你是拥有索尼的其他的 几代的相机都好 你只要拥有平面模式 或者是Slog的系列的调色模式的话 我都会不定期的放出一些预调色包 然后 给到大家 然后大家直接下载可以使用 那就需要你继续关注我的频道了 好的 那我们今天关于索尼的 A7C的讲解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之后更多的内容 或者你有什么想知道的内容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再来就是 关注转发点赞 谢谢 拜拜